受到五月底的年纪大后的影响 学家减资地区高量胜害严重 农委会在5月31号公告 中任地区列为农业天然灾害 现金救助各界内贷款的地区 这些是符合主计 就当向土地所在地工作提出申请 其实在农委会这边呢 在已经有这个公告 5月底的这个梅雨 有造成一波的我们的天然灾害的部分 那也有公告我们台南的这个雪甲 跟盐水区域是可以符合这个 申请的标准 那以我们盐水为例的话 我们整个种植高粱的面积是90公顷 里面有30公顷呢 已经有来进行这个我们的 这个灾害的这个申报的部分 盐水库隆会表示 这次高粱的财存 每公金是矩造2万8千块 它就盐水地区来看 高粱建造的面积是90公金 目前已经有30公金来申报 删来这礼拜上当的关键 那是顺利逃过 各位的准备书行 这一周的天气呢 是算非常的关键 因为如果连续不断的下雨 尤其现在是高粱的抽税期 如果遇到连续不断 没有间歇性的这个雨势 会造成我们这个 税上发芽的几率 会提高非常的多 那如果假设呢 这一周的天气OK 然后大家顺利的通过 这一周的考验的话呢 我们预计在7月中 我们高粱呢 就有一部分 大概这个40 50公顷 可以顺利来做收成的部分 农会进一步标识 在海旧组身边 要带身份陈银子 夹金铺和土地 所有的困争顶顶顶顶 申请的期限是 到6月继续 处理贷款 这是奉用各地的农会 下车是农业金库来申台 车農民办案时间 冠件申请 南天室门 用于第一减水彩虹报导